那下一個問題是有關於北市調查的部分 那教育部要不要先做一下說明 好 我想有關台北市某幼兒園這個事件 其實在我們在了解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不管是台北市政府發布的新聞稿 或者是家長陳情的新聞的相關的描述裡面 我們確實發現台北市政府在程序跟調查上 有很多應該做但沒有做的部分 特別是我想有關幼兒的性評案件 那這一件是疑似性侵 那這種重大的案件坦白講 在身為第一線這個主管地方的主管機關 就應該要提高警覺 那麼尤其是幼兒的表役能力不輕 那在調查的方面其實可以用更多元的方式 那就當時的情況來看 目前教育局公開的資訊 跟新聞稿裡面我們沒有 似乎沒有他們都沒有提到說 這個教育部其實在112年3月公佈 把這個調查幼兒涉嫌性侵案這種性評事件 回歸到這個兒童教保條例修正裡面 那在當時111年7月發生第一件案件的時候 教保條例雖然沒有修 但是仍然受到兒少全法的管轄 而且教育部在110年就是這個第一件 這個第一件 家長講的意義 年7月的第一件發生的時候 其實已經含之 110年就含之直轄市跟縣市政府 就是教育部強化幼兒園發生性別事件 通報調查處理機制 裡面特別針對幼兒園發生疑似 幼兒遭受侵害事件通報的處理程序 裡面很明確的規定 包括第一個你要做法定通報 跟校園的通報 24小時內要向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的設政單位 跟校正單位來進行通報 所謂的設政單位應該就是社會局 校正單位就是教育局 第二個要啟動危機處理的機制 就是結合相關工作網路 包括社工醫療家房中心的介入 進一步的釐清案情 並給予幼兒跟家長進一步的協助 第三是說經過了這些程序的介入 做實質的調查之後 該移送司法的移送司法 那該做行政處分的要做行政處分 譬如說外界在爭議說 當時為什麼不能暫時停止 事實上在110年 當時那個辦法裡面 我們就告訴地方縣市政府 是可以暫時停止的 那它的程序呢 就是在司法調查期間 畏懼教師身分之教保員 及助理教保員提經學校 直轄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的姓評會 或認定委員會的決議 可以命該教保服務人員請假 或暫時離開校園現場 並進後調查以維護幼兒權益 這是處理的程序 那其實在這個案件上面 我們只看到教育局說 這個不足以提列立案 好像是講這個 那事實上 我剛才提了那個三個程序 那很重要的案件 最後你要有個結案被查 這也就是為什麼家長說 他們一直提不到 得不到這件事情調查的一個過程 那事實上你結案之後 不管你有沒有成案 有沒有送司法調查 或者做行政處分 應該都有一個結案調查 就是讓幼兒園 事件處理完之後 應該申報社政及教育主管機關來備查 就是說這是整個處理的程序 那也就是講說 其實昨天我看卓院長在回覆外界 有關這個案件的講法裡面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對發生這種事情 大家非常痛心 那公權力的延伸非常重要 那也是這樣子 能夠保障人民合法的權利 讓社會知道真相跟善惡的分跡 那這個案件的過程 地方政府有沒有擅盡責任來調查 我覺得是本案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那這部分我們會進一步 再來跟台北市政府交易局釐清 這個他們在當時做行政作委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些法令不足 認識不足 那其實這個規定都相當清楚 他們也有收到相關的罕見 那以上的做說明 那至於這個媒體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請衛福部來說明 那個兒少全法的部分 好 那個有關於媒體 可不可以報導這部分的話 我們在衛福部在昨天的記者會 已經做過的說明 那我們今天再重複再說一次 只要是報導的 他是不會揭露出這個受害者 這個小朋友 他的身份不會被認出來的時候 其實這樣子是可以的 那當然是不要被識別出來的時候 這的確是一些的媒體朋友 會覺得說有些的困惑 這是屬於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這部分的話 我們也會在一個月以內 然後會召集相關的單位 那我們替大家來 大家一起及時廣益 定出一個我們容易執行的一個指引 一個這種方式 來給大家做參考 但是兒少全法的目的 這一條69條規定的目的 其實是保護被害人 並不是要保護加害人的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那只要你不揭露出這個受害者 這些的身份被識別出來的話 那其實是可以的